財政部長蘇建榮親自參加中小企業的系列講座 要協助中小企業持續轉型升級 公共銀行挺中小企業全面動起來 講座活動吸引於200位企業主參加 台灣金控總經理魏江玲也上台致辭 連財政部長蘇建榮也現身力挺 從事業到事業已經新增了4110家 那麼新增的貸款有532億 同時我們也希望八大公股航股輔導 它財務上的健全還有經營上的改善 看看107年台灣有146萬家中小企業 佔98%創造了896萬個工作機會 其中截至9月底指台銀全部的放款 總月額就高達了2兆7927億元 位居全體金融機構之冠 我們都有對中小企業採取一些獎勵的措施 鼓勵我們的同仁能夠積極的展業以外 那我們今天也針對戶數的部分 另外也有獎勵的措施 為了解決融資擔保不足問題 截至10月底指針對中小企業放還總戶數 達到18194戶 比107年底大幅增加3346戶 成長幅度22.5% 新乘坐額度增加530億元 還有為老更新專案貸款 訂閱額度以達500億元 名列全體行庫前兩大 我們本行我們自己也推動 就是投自己規劃的1000億 作為台商回來購地 還有購廠房的一些優惠的貸款 那這個部分到10月底呢 我們也積極乘坐大概有300多億的 那這個部分呢 我想我們會努力的來配合政府的政策 就盼讓中小企業根流台灣 也在全球市場發光發熱 幫台灣經濟持續注入 創新活水 東森財經新聞綜合報導